提到蔡徐坤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 她的成功可以说是非常励志的 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她通过参加综艺节目向上吧 少年进入全国200强而进入娱乐圈 可谓起点并不算太高 直到参加了几部电视剧的拍摄才让她积攒了一点名气 随后她开始活跃于各种节目 以期待自己的才华能获得众人的肯定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年的磨砺中 于在2018年参加了偶像练习生 凭着节目中的超完美发挥一举走红 更是在一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了人气最高的明星 如今的蔡徐坤走到哪里都是最耀眼的明星 更是受到无数粉丝的追捧 最近她的超高人气更是被NBA看中 被NBA邀请成为了形象代言人 一句成为了在世界上都有影响力的明星了 然而大家都知道蔡徐坤唱歌非常不错 但她的篮球技术又如何呢 在蔡徐坤参加的一档节目中 她就很好地给大家展示了一下她的篮球技术 别说蔡徐坤引气球来也是又模有样的 虽然比不上专业的 但也可以看得出来她为此事经过艰苦训练的 随后她帅气的扣篮更是寂静四座 让网友也是瞪大了眼睛 不得不说身材修长长相帅气的蔡徐坤打起篮球是非常帅气的 从蔡徐坤在节目中的种种表现也可以看得出来 她还是很有篮球天赋的 怪不得NBA会看上她当形象代言人 打球帅气的蔡徐坤外加她超高的影响力 相信会有更多人因此喜欢上这项运动的 对此各位网友怎么看呢